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赢家攻略 我是卫国庆 昨天大盘震荡200点 来到月线被打回 今天又在洪家军 在其他这些股票的反弹之下 又把大盘再往月线这个地方 再去做反弹 好吧 各位 这个盘既然今天又重新回到 时日线跟月线这个地方来的话 那一样 明后天还是看一看 到底月线能不能够重新站上去 各位说真的 因为最近这个盘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 会觉得最近这个股市很难操作 我只是说像大盘 大盘的涨与跌的方向 很多人真的抓不清楚 为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最近美股还是相当的弱势 你看像昨天晚上 这个Snap对不对 他发布了说这个财报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股票狂跌 那也带动也造成昨天这个NASDAQ 其实是算是重挫 但是呢这个今天开盘以后啊 可是台股这个地方 你却看得到台股这边的这一只手呢 却拼命的今天这个 本来前两天是拉那些什么那些 那个鸡蛋水饺股那些低价股 但是说真的啦 过去这两天拉那些低价股呢 维国庆我跟大家讲 我说啊 多头真的搞不清楚 去搞那些低价股 那些低价股怎么可能去吸引人气 所以呢这个拉了两天之后 甚至到了昨天啊 来到月线还倒跌200点 所以果然呢 大概昨天这些座手听到微博性的话呢 所以今天的盘面上啊 这个不再是 不再完全是这些所谓的低价股 在那边这个出来这个晃晃晃 而是这个今天变得是从这个鸿海 这个带着这个什么光鱼啊 以善啊 他们这一票的这个 今天反而是轮动到这些股票在这个轮动 那好吧 那这个地方反正这个 总是说啊 如果盘面上 就是因为目前其实整个的盘 盘面上 还是很标准的轮动 并没有真正 各位我也在讲 这个行情要大涨一波 绝对绝对盘面上 必须有一类或是两类的主流股 而且就是必须就是说 产业里面啊 这些一线级的股票 如果说盘面上 能够有一到两个产业 而且是属于重点产业 这些股票呢 能够持续强的话 那大盘一定可以 会出现一波往上的走势 但是如果说呢 盘面上 今天拉这一堆 明天拉那一堆 而且或者是说 这个拉了一堆 这个不是这个主流股 不是这个真正重点产业的话呢 那这个盘再怎么搞 再怎么搞 重启量就是个 大盘就是个来回震荡 对吧 好吧 那 所以今天呢 这盘面 我就说唯一好一点就是说 今天虽然说 这个类股 还在互相在轮动 这些低价股还在动 但是毕竟呢 今天这个 这些多头呢 去拉了这个宏家班的 这些股票 好吧 那既然今天动了洪家班 那我就呼吁多头啊 那明天以后 你就继续 就继续去拉洪海 去拉广于乙胜 去拉这些股票 把大盘带过月线吧 如果是真的有这种办法的话 那我 好 那而且重点是这个问题 发现到你们 昨天 其实昨天这个公布的 投信的这个买卖超 确实投信 昨天买了9000多张的 这个洪海 这个东西看起来 而且洪海已经在投信 是算是连续22天的买超 好吧 那这个地方 既然是如此的话呢 那我就呼吁 那投信就尽量去赶快 用洪海来把股票带上去吧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在这个地方 到底台股 要不要重新站上月线 因为为什么 一直在跟你强调这个月线 因为目前 以整个K线的 这个形态结构来看的话呢 唯有这个大盘 在这个地方 能够稳稳地站上月线 那往上去的话呢 会有一个比较 稍微有个几百点的空间 会在上面会出来 那代表说 在5月下旬到6月初 这段时间的话呢 那台股在上面 就还有一段 这种涨的这种机会 那但是如果说 月线过不去的话呢 那这个整个的大盘 就会始终被压在 这个16200点之下 在下面做震荡 那这种走势呢 那不用我讲 你也知道对不对 那这种走势来讲的话 其实再怎么搞 再怎么搞 充其量 这个大盘 没有办法走出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波段的话 那盘面上 那就是不断地出现 肋骨轮动 个股轮动 或者这个小 这个头肌骨在那边蹦蹦跳 所以这个地方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 就是说这个明天以后呢 观察一下到底这个 能不能站上月线去 往上攻一波 如果是能够站上月线上去的话呢 那当然我讲 那五月下旬到六月初 这个行情会稍微会有一些 那到那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你做股票 会做得比较轻松一点 不过当然话讲 你看当今天呢 这个大盘 又是来到这个月线 这个附近的时候 可是今天的成交量 还是一句话 都是没有放大 其实从这个五月份以来 除了这个五月上旬 跌了这一波之外 其实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 基本上台股算是一个 往上震荡的格局 但是在问题 在过去这两个礼拜 在往上反弹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了 成交量 成交量始终都没有办法 稳定的放大 各位 其实这个我想量价关系 大家也都懂了 你真的要再能够走出一个波段 能够走出一个波段的话呢 那再怎么样 那个成交量应该是很稳定的 持续性的放大 那这样所谓的价增 这个所谓的量增价增的这种情况 才是一个真正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多头走势了 但是这个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美股的科技股 还是在算是比较偏弱 可是台股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这一只手 它就是不希望让台股跌下去 所以台股始终就变成目前 就是在这个十字线的上下 这个不断的这样子来回震荡震荡震荡 可是问题是 虽然说这个这只手啊 不想让台股跌下去 可是呢 这个成交量也始终就放不出来 等于说在同一套资金的 这种玩法之下的话呢 所以只好去拉这些低价股 反正低价股也不用动用太多的资金 反正就拉得动 不然就是成交量很小的那种股票 反正也拉个涨停板 反正就搞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未来这个成交量 能不能够持续放大 也是未来这个大盘 能不能够重新站上月线 往上走一波的关键所在 好吧 所以跟之前来讲的话呢 反正这个盘已经跟各位谈了很久了 就是这个 目前就是你看看这个月线过不过得去 而且重点是盘面 因为目前整个大盘 盘面上的股票呢 还在出现这种所谓的各股 或者类股的轮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近很多的投资人 在群组里面 尤其很多目前还是就是说 很多群组的成员 老师最近的股票实在是好难做 当然这些 基本上这些问问题的 当然不是我的会员 因为我的会员其实做股票很轻松 因为什么股票该买该买 其实我都帮会员照顾得好好的 重点是很多这个群组的成员 就是说这个还不是会员 但是已经是群组成员呢 到时很多投资人 在这个一对一里面 都有反应说 哎呀老师最近 这个选股好难选 我说对啊 我说这种盘 对不对 第一个大盘本身就没方向 那各股跟类股 又是不断的这种轮动轮动 尤其这个前几天 玩到那种所谓的 这个鸡蛋水饺股去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当然我一直讲 我说会 当盘面上玩到这种低价股 这种鸡蛋水饺股的话 说真的啦 你说 我一直讲嘛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资金比较大 你真的是这种股票 做的比较这个 比较看重这个基本面 或者比较这个 喜欢做一些好的股票的话 那你盘面上这种 这种一二十块的股票 在那边蹦蹦跳 我想对于你来讲 你真的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吸引力 你就觉得这个盘 反正就是玩那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讲过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也在讲 这个我呼吁多头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成盘的话 不要只是玩一些轮动的 尤其不要只是玩到地价股去 赶快赶快 把这个电子的一线股 起码台积电 不过今天稍微好 也是说 今天除了宏家班的股票 在动之外的话 当然今天的这个 像这个联发科 这个又涨了十几块钱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联发科的股价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联发科的股价始终 就是在这个 短期均线 在这个月线上下 也是这样来回 就是跟大盘差不多 就不断来回这样做震荡 也没有真正能够走出一个波段行情 这就是 我就说这就是目前 台股最大的问题所在 这个美股不强 可是呢 台股这个地方又一只手 撑着不想让台股跌 所以这搞来搞去 搞的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 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觉得难做在这个地方 好啦 那还是一句话 反正未来几天你就看看月线吧 这是第一个重点 不过当然 其实说的这个 目前在这个地方 倒是今天呢 这个新闻上倒是有一个消息 我倒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提醒一下 就是说今天这个报纸呢 这个有一篇这个报导 就是说啊 这个FED有一部分的这些官员呢 开始释出啊 这个利率政策呢 可能转变的讯息 比如说这个 比较是属于偏鸽派的啊 这个亚特兰大 这个联准银行的这个总裁啊 那个波斯提克这个人呢 不过他向来是比较鸽派了 他说在经历6月7月 这个在各省省两码之后呢 9月份的会议呢 可能会这个暂缓哦 升息是合情合理的 那至于说本来的那个大鹰派 有没有那个波拉德啊 他的意思也是说 他说这个 如果通膨啊 那个越早得到控制 明年有降息的空间 不过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远哦 如果通膨越早得到控制 这个都是有假设性的前提 那如果通膨没有得到控制呢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 这个地方其实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些 其实联准会的关于里面呢 一样就是鸽派鹰派 主参各说各话 那但是这个毕竟这个鸽派的人呢 拿出来讲了这种事情 那这个报纸的标题是说 Fed的风向变哦 传秋后暂停的事情 问题是 当然这个目前来讲 只是个报纸的标题啦 那是不是真的这个 这个秋季 就是9月以后 真的Fed会不会停止升息 那大家拭目以待吧 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也是说 那就是看 这个经过 这个6月7月 再升息之后 如果真的下半年 从譬如说从这个8月以后 如果真的是说 这个通货膨胀 比如说有 但是我说过了啦 其实通货膨胀 因为这一次通货膨胀 不是单纯的需求面的问题 它是在攻击面上 在攻击面上 因为这个锻炼的问题 锻炼有 是两种原因造成的 就短期来讲 那当然就是疫情 像这个 像中国大陆前一阵子 还继续这个 上海这个封城 这种事情 当然会造成这个 这个整个的运输停止 供应链本身就断掉 不过当然 这个是比较短期现象 可是我昨天也特别提到 我说 但是就比较 这个真正更深层的是说 因为这个过去20年 因为全球是这个 走在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很 分工很细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过去20年 全球的这种贸易 是这个分工非常的细 那可是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呢 因为 他强调的是这个 这个美国至上 所谓这个 然后呢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 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 在伊斯大战结束之后 其实这个当时 全球的景气是有上来 可是基本上 那时候不是 那个在 但在那个19230 有没有 1920年到23 到30年段时间 不是出现过一次 全球的经济大恐慌吗 有没有20年 就是1920年到30年代 的那段时间 全球出现过一次的经济大恐慌 对吧 如果你又念过这个 历史或是经济史的话 我想你就知道 但而且重点是 那为什么当时 在这个1920年代 到30年 为什么会出现 那个一次的 这个全球的这个 经济大恐慌 那时候就是 也是美国都暴跌吗 各位那一次的 这个经济恐慌 就是来自于 关税壁垒 就是来自于 各个国家之间 贸易的互相对抗 跟报复 因为从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本来啊 这个全球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 是慢慢的从战后 开始慢慢的回复上去 可是到了1920年代之后 那个就是 欧洲国家也好 美国也好 就是跟这一次 其实跟这个 这个川普的这种新疗一样 觉得是说 好像这个 这个东西 我进口里的东西 我有贸易赤字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 各个国家 开始出现了贸易战 彼此之间关税壁垒 所以把全球的这个 就是那个国际贸易呢 就这样打下去了 所以造成当时 全球一次所谓的 经济大恐慌 关于有空的话 要是你不了解 这个1920年到 三年代的经济大恐慌 我建议你去这个 把这个当时那段 实际的历史 拿出来看一看 其实跟这一次 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过去这四年以来 这个美国不断的 搞这种全球对抗 其实有点类似 而且就是因为 从这个川普之后呢 因为他这个 一直强调说这个 希望说这个 所谓制造业回到美国去 然后呢 就是跟中国之间 不是什么这个 提高关税啊 什么东西 搞了老半天 所以这个 因为从川普开始的 这种态度跟政策呢 所以造成过去20年 全球的这种 这个产业分工 跟这个国际贸易呢 这四年以来 也发生到 就是说开始有转变 就是确实有 有些产业 比如在中国的生产线 他搬离了中国 比如回到美国去 或者回到 跑到其他地方去 各种东西是没有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通货膨胀 多多少就是跟这个 跟这个贸易壁垒 跟这个贸易对抗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只是说刚好这些因素呢 全部又凑在一起 然后刚好又碰到什么 俄乌战争 哇就搞的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我说这个通货膨胀这件事情呢 这个像布拉德讲的 若通膨越早得到控制 我说这个东西叫做假设性前提嘛 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得到控制 几%叫做得到控制 对吧 我懂我意思吗 好了但是不管 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这个 这个从今年7月8月以后 到底全球的通膨 会是个什么状态了 好吧 那另外呢 不过当然了 就是目前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 十年级公債殖利率啊 最近是有从3%多 确实是有稍微有回档一下 回档一下 但是这个最近这个 十年级公債殖利率的 这个殖利率往下掉啊 倒不是说因为大家 倒不是说 倒不是大家认为这个通膨 好像这个已经结束了 所以利率跌下去 不是 实在是因为美国的股市 因为空头市场 所以很多的资金呢 从股市撤出去 那你想那些资金 从股市撤出之后 要到哪里去 没地方可以去啊 反正就去买债券嘛 因为就去买债券 其实债券这个东西 因为进去买债券 所以债券的价格会上去 但是因为债券是价格 跟殖利率是刚好倒过来的 所以其实这一次 这个美国深信公債殖利率的 这个往下降 这个不是因为市场预期说 后面的这个通膨会结束 而是因为很多这个 从股市这个逃出去的钱 跑到债市里面去 去买了债券 所以造成殖利率的往下压 好吧 所以这东西是这么来的 那但是毕竟 这个殖利率目前是在往下掉 那就大家看一看到底 未来一段时间啊 这个指标性的这个时间 公債殖利率呢 到底这个未来会到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低点 我想这东西啊 是比较重要一点 好吧 好了不管怎么讲 反正就是说这个来讲 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消息啊 也是这个多多空空一堆啦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 那你就密切注意一下 到底这个 这个Fed 或是美国这个地方 他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啦 好吧 好了各位说 其实说来说去 就是说目前大盘在这个地方 好了如果说 如果真的 真的这个到了这个 八九月以后呢 如果说真的 这个Fed 有稍微有 有这个停止这个升息的话呢 那当然啦 那对于股市来讲的话 那短线确实 一段时间 有比较反弹的这种机会 那这个地方 到底是台股开始率先反应呢 还是这个美股 一段时间之后 也开始不跌 做反应呢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吧 我问你了 各位今天因为 说这个 因为在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的这个投资人 在群组上问我说 老师到底这个盘现在怎么看 到底这个方向在什么地方 哎呀 这个盘最近这个乱七八糟 很难做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啦各位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归根结底 还是一句话 就是说因为目前整个的这个 我也讲 因为目前的中期走势 中期走势 在跌破年 我跟你说 我说各位这东西 市场的多头空头 实在不用这个 不用狡辩 也不用这个 这个好像这个 非要这个看多看空 我说各位 让事实来说话 让事实来说话 我也在讲 多空头市场 其实很好 很好判断 只要大凡指数 守在年限之上 那它就是个多头市场 跌破了年限 站不回去 它就是个空头市场 其实我讲 你把过去 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四十年五十年 你把台股抬开来看 你看你就知道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这没有什么好争辩 反正目前在这个 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在这个没有办法 站回到年限之前上去的话 这个地方充其量 不论这大盘 有没有一只手 在撑这个盘 不论再怎么谈 再怎么谈 反正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是一个多头结构 你懂吗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盘面很乱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股票很难挑 为什么股票 尤其是因为通常 在一个走空的市场里面的话 当然是越好的股票 其实它下跌的 反而是比较明显 因为那种没有成交量的 低价的 比较投机的股票 那因为在这个资金 无出去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阻力会去拉调 那种股票 所以反而在 大盘在跌的过程当中 那种这个低价的 或是这个筹码少的 反而容易被拉成 是一个这个 做多的标的 但是对于真正一般 这个正常的股票来讲的话 当大盘再往回 这个做整理的话 那一些比较正常型的股票 那基本上当时股价 是比较弱了 懂我这意思 所以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 不过当然了 这个你说这个地方 当大盘在这里来回震荡的时候的话 扣掉那些投机 扣掉投机股 扣掉这些低价股 扣掉那种没有量的股票之外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说如果你真的 我一直讲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真的短 你真的在这个短线上 你还是希望做股票的话 我一直讲 各位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些股票 第一个 因为它的未来的前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但重点是 不是只有基本面好 而且重点是 目前它股价的这个技术面 来讲 它真的还是一个这个偏多的结构 那这种基本面 因为未来前景够好 这个 它的这个技术面 还是个多头结构的话 那这一类股票 在这个地方 确实也是你 在这个地方 净可攻退可守 短线长线都可以做的股票 那各位 其实今天有一只股票 如果说今天 如果以缩盘价算的话 中砂几乎也要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本来这个 上礼拜最强的是元太 对不对 上礼拜我想 如果你一个多礼拜之前 你有看这个 赢亚攻略的话 当时我从5月11号 5月12号 我就跟你预告 说元太元太 当时就是因为 大盘有没有 从4月5月 就一路有没有 就到了5月初 大盘还在创新低 可是在5月初 当大盘还在创新低的时候 可是元太 当然在5月初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大盘重挫 可是元太 始终股价都所在我的大幅线 当时我一直讲 我说你注意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大盘跌成那个样子 可是股票都不跌 而且重点是 都没有跌破大幅线的话 铁定 各位 我有一句口诀 这个股价有整理 股价只要没有跌破大幅线 波段没有结束 后面必有高点 这个如果说 你之前有看过 人家公内的话 我再告诉你 各位股票这种东西 说股票 说穿了 各位股票这种东西 每天大家在这边 讲东西 讲了一堆东西 其实股票 归根结底 你能不能赚到钱 其实只有两件事情 一支股票 对不对 可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续报 哪里要卖掉 各位说穿了 在股市里面 你想赚钱 不论好股烂股 不论这个机油股 投机股 各位不论你买了什么股票 会说穿了 最归根结底 你要能够赚到钱 其实说穿了 不论任何的股票 就是一支股票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续报 该不该卖掉 对不对 这三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的话 不管任何的股票 你都会赚到钱 如果说一支股票 哪里该卖 你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续报 你也不知道 尤其到该卖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的话 对那再好的股票 你也一样跌翻天 台积电从688跌到现在520 那你说怎么样 对不对 很多就是买了台积电 买了600多 哎呀 以为说怎么样 护国神山 都不卖 不卖 那跌给你看 所以各位 股票 其实说穿了 任何的股票 归根结底 你想赚钱 就是一支股票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 尤其当大盘 或是个股在震荡的时候 那支股票 还可以继续续报吗 还是该卖掉 各位 尤其这件事情 是股市里面 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搞不懂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股市是二八法则 代表说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就是一支股票 可不可以续报 该不该卖 因为这些你搞不清楚 所以呢 这个后面 经常都被套住 但是我一在讲 但是我说各位 问题是维国庆 对不对 我给会员所挑的股票 以及我在节目上 我率先预告你的股票 那元泰 上个礼拜 连涨5天 股价冲历史新高 上个礼拜以来 上个礼拜5天时间 元泰就是当时上个礼拜 全市场上最强的一支股票啊 对吧 虽然说他不是 他并没有每天涨停板 我就讲 今天为国庆 我会调的股票 而且我在节目上 昨天涨的股票 我说第一个 对不对 我绝对不会去追逐 什么当天最强的股票 什么每天那么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 我就说嘛 市场上一堆人 昨天涨停的 他们有 今天涨停的 他们也有 明天涨停的 他们还有 你相信吗 但是问题是 我说 但是我给会员所挑的股票 一定第一个 它的基本面 未来的前景是一定很好 但是我这样提醒你 光是基本面好 这股票不一定可以买 也不一定可以报 台积电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我重点是说 认为这股票 只要股价 有拉回 但是只要不跌破大幅线 没有出现波段的卖出讯号 那这股票就可以续报 只要它不出现卖出讯号 那早晚 我就说 波段没有结束 早晚会 后面会有高点 那原态果然呢 这个之前 我带着会员进去买 那我从5月11号 开始跟你 在节目上开始做预告 当时原态也不是当时最强的股票 但是果然后来上个礼拜 五天 连涨五天创历史新高 那涨多了以后 这两天 有拉回一下 拉回两天 股价还是什么 手在大幅线之上 今天又开始 晚上开始跟你谈 那我说 这种股票才是真正所谓的 在现阶段里面 真正最强势的股票 即未来的成长性够强 股价又是在我的大幅线里面 还是个多头结构 那除了原态 这个上个礼拜强之外 那各位 那最近的中砂 确实也就你看看 过去这两个月 它的形态跟原态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大盘不论再怎么跌 再怎么再怎么 可是中砂股价 都没有出现过卖出讯号 始终还守在我的大幅线之上 那各位 到了今天 开始有在动的即将 甚至今天还出现一个 因为老早在2月17号 就是这一波的买讯 110亿早就出来了了 那今天还出现 一个新的叫做加码 这个三角 红色三角形 叫做加码讯号 那各位 那其实所以 而且各位 中砂其实我在节目上 我也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我说各位 中砂 为什么前景好 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 它的那个钻石碟 对不对 中砂的钻石碟 已经领先全世界 所有其他的公司 已经做到3奈米 各位 台积电马上要开始量产3奈米 所以呢 中砂目前是全世界 唯一可以提供台积电3奈米 再切割那个晶圆有没有 就能用那个钻石碟 所以各位你知道 中砂的这个技术 已经是领先全世界 代表全世界 不管美国 不管欧洲 没有任何一家 其他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 能够做到3奈米的这个钻石碟 你知道3奈米有多么的细 你知道吗 所以中砂 你说这公司的技术强不强 技术超强 所以各位 我一直在讲 我一国欧洲所挑的股票 我绝对要去找那种基本面 很强的公司 绝对不玩投机股 绝对不去搞那种什么小妖股 那中砂 第一个 那随着这个台积电3奈米的 这个逐渐的量产 所以中砂 未来台积电的这个大订单 都是到他手上去 而且我问真的说 因为中砂能够吃下台积电的3奈米 那各位你想一想 那将来很多其他的公司 有没有 不管是其他什么 这些 其他的国际 那些国外的那种金元代工 他们如果要做到这个高阶的时候 他们也来找到中砂 那另外中砂在这个所谓的 再生金元 像最近不是生阳科 那个再生金元 最近国家也在动吗 所以再生金元这块 其实最近的事况也不错 再来就是那个 他传统的那个砂轮 就是给那个ABF载板那一块 所以中砂一样 他就目前一样 他基本上是非常的强 而且重点 再加上他在技术面 没有出现到卖出讯号 所以这个也是我优先的会员 我在低档我一直在买的股票 今天股价基本上各位 已经会挑战历史先高了 不错不错 好 所以像我就说 如果你真的你希望 股票都能够买到这种股票 真正体质好 它的涨不是在玩投机的 真正体质好 它的涨不是玩投机的话 那过来 那各位 我就欢迎你 你早上跟上微博情 我一直在讲 今天我是从基金经理人出来的 我买股票 我就会给你去买什么小妖股 我都会买这种未来的成长性 非常好的公司 再加上在技术面上 它不是一个空头走势 各位 我再讲的是 任何好的股票 如果在技术面上 是个空头走势 比如像台积电的话 那股票你千万不要去碰 你懂我意思吗 不要拿基本面 自己去麻醉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 好了 那除了这些中砂 元泰才是目前 真正所在强势股之外 当然了 最近红海股价 也开始有 慢慢再往上走的 这样子的情况 那如果说 你对红海有兴趣的话 那我建议你 你大概可以注意了 因为这个地方 它最近的股价 确实表现不错 那投心一直在买 好吧 反正就是一句话 就是说 目前在现阶段 当大盘 还在不断震荡的时候 那到底什么股票 真正体质好的股票 再加上在技术面 它是个多头结构的 各位 如果你能够 挑出这样子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 你要赚股票钱 其实是也不难 但是千万不要去玩 一些投机股 不要只是每天 被那种轮动的股票 这个搞到你自己 这个眼花缭乱 好吧 那跟上微博信 这个我多次帮会 挑出这种好股票出来 我相信 如果说你认同 股票是要买这种的话 那你就过来早早跟上我 另外各位不要忘记 这个如果说你现在 还没有加入我的群组的话 那请你赶快扫买这两个QR Code 加入微信群组 那在这个里面 有更多的资讯 提供给你做股票的参考 好吧 好 祝大家做得顺利 今天到时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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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